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Chapter 4 第四章 Taxable and Exam Benefits 和另外一个叫做PAYE System 当然在这一章当中呢 重点都是在benefits上 不管是Taxable or Exam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PAYE呢 我们也是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不是每一次考试 它都会出现题目 那么大家要知道一个 这个交税的一个原理就可以了 那么也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一章的Exam Guide 在考试当中它有多么的重要 benefit我们看一下 是very important part 必考我们说不调重要调 一定会考 那么它是非常重要的 Employment Income当中的一部分 因为Employment Income 当然主要的考核点 其实就是在这个benefits上 甚至要超过于我们第三章讲的earnings 要超过它 因为第三章的earnings的话 它有的时候会出题 可能会不出 但是这一章是一定会出题的 没有一次考试说 我不出一个Taxable 或者是Exam的benefits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章的学习就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看一下 You are likely to come across them in your exam In Section A Section B Section C 可能都会有 确实是 那么在一个15分的题目 或者是10分的题目 当然就说了 Section B Section C B里面的planning甚至也都会出 都会出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那么如果You come across the exam benefits in a Section C 那么如果你在第三 就是在Section C的那个15分的题目当中 碰到了一个有免税的福利的话 一定记住在你的answer里面 显示出来0 每一项都要显示出来0 当然关于这个考试的技巧 我们在考试技巧当中 还会不断地去讲 就是没有 就对这个项目 对这个计算没有影响的项目 我们也要表示出来是0 所以这个你看 在Exam Guide的里面 特地强调了关于这个 免税的这个福利的问题 那么再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PAYE PAYE呢倒不是必考的 PAYE呢它就是 几个大写字母 取的是一句话的大写字母 它就叫PAY F-U-EARNED 在你支付的时候去交 它实际上是一个预扣的制度 就是我们说 它是一个预扣 就是在支付给你工资的时候 先预扣一下 这个Income Tax 是这个意思 它是预扣的 那么PAYE呢 每一个人呢 都会有一个自己的PAYE的扣的 然后呢 每一个人呢 都会去找到这个Forms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格 其实就是 那么我们看一下 你能够 它要求大纲里呢 是你能够解释 这个怎么去收的税 通过这个PAYE 这个System去收的 它是在源头扣的税 Deduction of Tax as Source 就是在支付工资的时候 就预扣了IT 个人所得税 了解就可以了 它不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当然也是 最重要的就是前两项 Taxable Benefits 和Exam Benefits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PAYE系统 先来看第一个 Taxable Benefits 应税的福利 Employee are taxed on benefits 福利代表是要征税的 Under the Benefits Code 也就是说每一种福利 我们税务局都会给它 相应的一个Code 但是这个Code不用记 但是你要知道 对哪些福利我们要征 当然对哪些福利要免 也要知道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General Principles 就是一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就是绝大部分的Benefit 都是征税的 绝大部分 那么我们其实它有一个 有一个入是什么呢 是它去怎么去区分 这个要不要交 更多的时候是看 这个Benefit是share的 如果大家都享受 比如说公司开了一个 Sport Club 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健身俱乐部 那这里面呢 你可以去 我也可以去 大家谁都可以去 没有办法分清楚来说 A share了 来用了多少次 charge它多少钱 B来了多少次 charge它多少钱 不能这么分的话 再有像公司食堂 也是这样的 没法分 大家都是滚用的 那么通常是这种 我们就没有办法争了 所以它就是不争的福利 一旦能identify到某个人某个人身上 比如说我发了什么一个礼物 给了一个什么什么卡 购物卡 给了什么一个coupon 像这些 我都能掰到某个人身上的 就都要争 其实这就是一个general的路 那我们来看一下 amount of taxable income 我们说怎么去找 既然你先判断了是要争还是不争 那我们就要找到这个应税的金额 因为它是non-monetary 它是一个无形的 它不是有形的 比如说公司给我提供了这个 就像我们说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健身房 你说多少钱呢 那我去享受的话 那我应该判断到去 虽然它不争 但是我们说 你其实那些所有的应税的福利 我们都要找到 按多少金额来征税 所以要找到这个金额 那么这个金额我们看 它可以减掉的 什么呀 reduced by any amount paid by the employee 那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说公司给你了房子 给你了比如说给你提供车吧 你自己可以用 那你说我还给公司交了点钱 这个就是我们说 你当然可以从那个应税福利 以后减掉你支付的钱 所以这部分要减掉 除了谁 除了private fee 我们会讲 那个油 除了那个油 而且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 July falling the end of the tax year 所以在什么时候去交 也是在7月6号之前 只要你给公司把这部分钱都交了 说我用车了 然后我交点钱 在tag the year结束之后 tag the year是什么时候 岁月6号到岁月5号 然后给你点 再有点时间 再给到你7月6号 对吧 给到这段时间 加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只要你这段时间 为你所享受的福利 支付了钱 我们都可以扣掉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它有一个时间限制 就不一定 非得在tag the year 这段时间支付 你可以晚点活 就是这样 但是可以扣掉 就是你自己承担了 一小部分的成本 那我们就可以扣除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不是说最关键的 这个benefits 它要找到 amount 对吧 最关键的是找到它 我多少 charge多少钱呢 我按多少金额去charge 这是对于benefit 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就掰项目来看 vultures是一种福利 什么叫vultures 给你个什么蛋糕卷了 是不是卡了 什么这些都叫vultures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一个employee received cash vouchers 那这不用说了 那就是cash vouchers是啥 多少钱呢 点上印了多少钱 你就去按照多少钱来争取 这个mount自然就等于 它可以换的那个现金的部分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呢 就是use credit token 什么叫credit token呢 就是公司信用卡 你可以用刷了卡 你就可以公司报销 其实就是那个公司 刷信用卡的钱 都是公司给配的 那你刷了多少就 mount就是多少了 所以这个就是 你买的那个服务 你花了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你买的服务 或者你买的固子 花了多少钱 多少金额 我们就要来整水 所以这是vultures 再有一种就是 exchangeable vouchers 就像我们说 那给你了一个什么蛋糕卷 给你了个什么生日卡 你可以去换商品的 那我们看这些 像book tokens啊 这些会换书的这些 它叫non-cash vouchers 那这些non-cash vouchers 那你就看那公司花了多少的成本 那就是多少的amount来征税 所以我们看 employee is taxed on the cost to the employer 那公司花100块钱买了这个蛋糕券 然后给了你 那就是按100块钱去征个人所得税 那么再减去什么呢 当然employee做的contribution 那你比如说你给我了100块钱的卡 我还得还你20块钱 我用20块钱买了这100块钱的卡 那么当然就是什么 80块钱去作为textable amount 所以说这些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考试的重点不在这 因为这些都很好判断 你自己用common sense 也能想出来要 有多少的amount来算 所以vultures考的很少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当然也是考的比较多的accommodation 公司给你提供房子 住房 那我这个对你是一种结构 这个当然对directors会很多 或者是对一些key managers 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 大人物 那么我们说 公司给你工资 还给你提供住房 那么住房的话 我们看那怎么去判断说 这个mont还是要找到 对吧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要找到它 那我是按照房子的总价 给你要钱去交 个人所得税 还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 有专门的规定 有专门规定的 你就得按规定去算 benefit in respect of accommodation 如果公司给你提供 住房了的话 那么annual value 是taxable benefit的金额 这个benefit就是annual value annual value是多少 不知道 数据会 考试会告诉你 其实它的含义 有点像房租 有点像 但是你不用管是叫什么名 它的名字就叫annual value 题目给你的名字 也就这个名字 但是它有点像房租的 对每一种房子 那个收集都会有annual value的 这个list 你就去找就行了 所以我们看 this is 这就是这个accommodation 通常情况下 是这个annual value 但是有特殊的 这个房子太贵了 there is additional benefit 那么我们试以什么样的房子 就会再加一部分benefit呢 房子的成本太高了 超过七万五千镑的房子 那我们再有一个additional charge 实际上是两部分 一加二 一就是annual amount 没有二的时候 那就是房子便宜的时候就没有 就给你那个小工艺 那么一个间房子 一间屋子的话 那它没有那么高的成本 我们就不用additional charge 好annual value charge 就是这个annual value是什么 taxable value of accommodation provided to an employee 那么它相当于是一个rent rent that would have been payable 就是如果是公司是租来的房子的话 它大概要付多少的租金 所以你看它不是租金 但是它有点类似于像这种性质 所以呢 我们给它叫了一个名字 叫annual value 那么annual value怎么算 不用算 肯定会给你的 所以你也不用算 当然就有一个问题了 说这个房子是你公司买的的话 你就去找这个annual value 对吧 你得上税后就去问 说我这房子大概annual value是多少 如果那我们刚才不用说 如果这房子就是租来的话 那都不用说了 那就是租金了 但是如果租金是低于annual value的话 那就不是公平价 那你还得按annual value 所以我们考的不多 就看如果premises是rent的 租来的不是own 不是我们公司买的房子 那么这个taxable amount 我们就要取这两个值里面的高值 实际支付的rent和annual value里面的那个高值 所以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的 考试通常都会告诉你annual value是什么 考试考试的重点不是在这 考试的重点在于那个房子贵 就是additional benefit charge 这个房子太贵了 超过一定金额了 如果这个房子我们看 买的时候非常的贵 七万五千镑 七万五千镑大概合人民币的话 你就可以大概成十 但不是其实是九点多 打个九折也行 但是你可以大概估算一下就是七十五万的房子 那七十五万的房子在UK已经算还 那个已经算就是挺贵的了 所以我们要additional charge 这个公式需要记 必须得记 我们看等于什么呢 等于房子的成本 减去七十五万镑 减去七万五千镑 减去七万五千镑 再乘上一个official rate 官方的利率 所以我会给你 不用记 现在是2.5% 每一年都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找今年的税子 成长它就行了 那么是tax year的 所以是tax year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是additional benefits charge 就是房子太贵了 我们就要去additional charge 好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这房子又是好几年 七八年前买的 那那个时候房子便宜啊 那现在这个房子肯定都已经升值了 你要用那个时候 我可能花八万镑买的 你减去个七万五 这种的税也不多对吧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 这房子现在可能都已经值20万 或者15万了 翻倍了 所以税法也有考虑 看 the cost of providing the living accommodation 是什么呀 total of the cost of purchase and the cost of any improvements made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tax year 那我们就要考虑到的是说 在tech day之前 所有 今年开始 4月5号 4月6号 2019年 4月6号 所有之前 发生的这些 你后续又加工 又改造 所有的这些烹饪都加在一起 是这个 cost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 你就是 那我后续如果没有对它 进行什么改造 什么这些东西 怎么办呢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那么 the property was acquired by more than 6 years 它要买得很早 当公司第一次提供给员工作为 就是让它去免费居住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换 为什么呀 因为cost 已经不能反映 6年前的cost 已经不能反映 它现在的真实情况了 我们就要把cost 换成market value first so provided plus the cost of subsequent improvement 那么第一次提供时候的 那个市场价 再加上后续的这些支出 我们扩出去的花园啊 建了个阳光房啊 什么这些都要加起来 然后我们看 作为cost replace这个cost 作为这个 leaving accommodation additional charge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见到的 这个公式的这个cost 是要变的 当房子买得太早了 6从你这个 在这个tags year之前 已经看6年前了 那我们就换 market value 第一次提供所有的market value 一直加到现在 在4月6号之前 这个点说实话 考过 考过这个点 为什么呀 因为在这个tags year当中 它可能也会干一些implement 比如说扩建个花园 比如说盖个员工房 这个cost 别算在里面 我们算在是4月6号之前的 这部分的成本 或者是market value 或者是买的时候的cost 要看这个房子离现在 有多长时间了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其实是第一次提供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考试没有考那么复杂 就是第一次可能给了一个人 往后来又给了另外一个人 实际上你是要看到第一次 当然你想都给了第一次的人 都已经超过6年了 那你给第二个人 那肯定也是超过6年了 所以这个点其实没有考过 但是你要知道 他说的一直都是说 第一次作为福利待遇 这个房子作为福利待遇 提供的时候的 那个时间往前找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在什么时候去做这个 换这个market value 但我们考试当中 通常都是第一次提供 然后它时间比较长 超过了6年 好 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就是如果这个房子 那是job related accommodation 那么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一个保安 那么它是酒店的保安 那他当然就住在酒店里 酒店里他提供房子 他就住在这 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工作 要住在这 那这种我们当然是exam benefit 那就别争了 那怎么争 那我上哪去住啊 我本来就是保护这个房子 你现在又不让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对吧 所以那像这种 我们看一下 是not taxable benefits 他就不争 这个job related accommodation 跟工作相关的这种 这个让你居住的场所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也提到了是说 正常的情况下 在tax year当中 我们要看一下 给你的这个房子的情况 那么我们也讲过 如果在这段时间 或者是在 接下来的这个7月6号之前 对吧 我们支付了全 由员工支付 当然他不一定会支付那么多 他做了就是给公司付了一点钱 那么当然就可以从我们的benefit当中扣掉 这里面注意一个问题 contribution 有两种 一种是给买房子做的contribution 一种是给使用房子做的contribution 他们两个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any contribution paid by the employee is deducted from the annual value of the property and that from the additional benefits 那么说当然 如果你是为了使用房子 做的contribution 说 你让我 就是公司让我住在这个房子里头 然后我比如说 每月交一百块钱 象征性的交一百块钱 那你当然是可以 从使用的这个benefit当中扣除的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买房子 你说这个 我们大家一块买着公司 这个房子是这个八万块钱 那么我自己掏一万 然后公司掏七万 这种情况下 那就从成本当中扣除 所以他扣 你给谁做的 你就在谁那扣 我们简单来看一个例题 就是Q 他呢provided with the company flat 2019年的1月份的时候 开始给他提供了一个 这个公寓让他去住 Ratable value 或者这个Ratable value 就是指annual value的意思 这个flat呢 是1200块钱 这个property的成本 是12万5000块钱 所以你看他非常高 看到这的时候 大于7万5 那一定会有additional charge 那我们看2019年1月份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提供给他的时候呢 那个市场价值是15万 那我们要找到一个问题 你说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 对吧 如果要早于6年前的话 那我们就要用这个market value了 如果要是说还没到6年 就去年才买的 那我们还是要用12万5 Q支付了每个月 这个每一年呢 支付了500块钱的这个钱 现在问你 应答税的福利是什么 一个是annual charge 一个是additional charge 对吧 这是两部分 在学习我们的taxable benefit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前面也讲过 我们说所有的employment income的时候 我们都是讲 不管是你给你发的工资 还是发的什么 都是以收到的为准 对吧 benefit也是以收到的为准 所以我们说什么时候收到的 4月6号到4月5号 然后在这个时候收到的 而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时候 才可以才开始得到这个福利的 是在2019年的 1月份的时候 当然你要看 我们现在算的是1920tech 所以那他其实在我们的 1920tech这些当中 已经什么呀 是已经全年享受了 因为1920的时候是 19年的4月6号 到19年的什么 到2020年的4月5号 所以那如果我们说 这小题不是19年 1月份给的 是20年1月份给的 怎么办 因为我们说taxable benefit 是annual value 所谓叫annual什么意思 annual就会是12个月叫annual 所以这个benefit都会有一个 十二分之n的问题 只不过是n 是大于等于零 小于等于 这样大于等于 行 n是 n有可能是 是小于等于12的 n在等于12的时候 那你就这是12 n小于12的话 还要去找12分之 annual value 我们讲的这个value 都是annual value 所以一定要看 是什么时候给他的 这道题目还好 也就是说他享受的福利 是从2019年4月6号 到4月5号 全都享受了 但是如果这要题 是2020年的1月份的话 那他就不是 他是12分之n的 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们看 第一个呢 我们考的这个题目 主要还是在那个 market value上面 所以你看这个题目 他说的 他就公司买 这个property的时候 是2017年 那还好 我们就要用成本 而我们看这是什么 如果是2011年买的 我们要找那个时候 第一次提供给他的时候 的market value要换 那么如果这是一个 job related 因为他是一个 care taker 就是照顾这个房子 所以那我们说 这是job related 那么就是什么呢 not taxable 不整 对吧 他不就不征税了吗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annual value 因为他是2019 到20 taker 全年都享受的 所以annual value 自然就是一千二 那如果是2020年 1月份才拿到的房子 就不是了 只有三个月 减去他自己支付的租金 700 additional charge 你看 用的是成本 减去75000 乘上2.5% 然后两家在一起 1加2 1950 这是买的比较近 我们看买的比较早 那么看什么 annual value 这是一样的 没变化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变了 要换成market value 第一次提供给他的时候的 那个market value 是多少 而不用成本 减去75000 乘上2.5% 所以是2575 不一样了 就因为买的时间太长了 成本已经不能够代表 他现在的一个情况了 那我们就要用市场价值 去替换成本 但是成绩 我们考试不是说过吗 如果从买的这点 到这个时候 今年4月6号这段时间 有过improvement 就像我们说 建了个花园啊 建了个阳光房啊 扩出去一块地方啊 那我们都要把这部分加上 紧加到这个时候 这段时间的不要加 那4月6号到4月5号 这段时间的不要加 一定要知道 这个曾经考过 第三种job related not taxable 它不是应税的福利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还有就是 除了给你提供房子之外 还会有一些 公司会帮你支付一些 跟房子相关的费用 那就不用说了 公司给你花了多少钱 你就怎么样 你就来交多少的税 那这里我可能帮你交水电费 什么这些都有啊 所以这是expenses 那么general business expenses 那么我们看 那也就是说 除了房子会有一些 expenses之外呢 我们说这个公司 可能还会给你一些 其他的一些费用的报销 这是指 general business expenses 指的是费用的报销 那正常的情况下 它也是应税的福利 但是我们从common sense 就会想那不合理 你给我出个差 你给我报销个差旅费 我还得交税 那我就 那我就别出差了 所以呢 对于这部分呢 税罚也有一个 特殊的约定 什么呢 看 in business expenses 像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travel啊 hotel的这些 stay啊 还有是reimbursment 它其实 你的客户都给 你的公司 雇主都给你报销了 那这部分呢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看basic rule 这些reimbursed amount 是tactable benefit 这是记住 这是正常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觉得不合理 所以避免这部分被征税 因为你是business相关的 所以我们可以 make a claim to deduct it as a allowable deduction 所以你要知道 这是两件事情的处理 不是说这部分 它是免税的 或者是不征税的 不是 这部分是taxable的 只是说你可以 比如说给你报销了 1000块钱 你可以再去申请 减1000块钱 它的影响是零 但是这是两件事 考试要注意 分开写 这是对于一些 expenses 我们说要注意的 这个问题 那么再有 private incidental expenses 那就是这个expenses 有两种 一种呢 是跟business相关的 还有一种自然就 跟business没关系的 那么当然 private incidental expenses 那质的自然就是说 那本来就是你自己的费用 公司给你报销了 那肯定就是taxable benefit 所以我们看 total incidental expenses 那么它还有一个小的限额 是什么 no more than 5块钱 each net spent wholly in the UK 10块钱overseed 或者叫other net is examined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我们在travel的时候 刚才不是也讲到了 像travel 那正常的private incidental expenses 肯定是不让扣的 但是对于travel当中 一些小的零花钱 我们其实给它有一个名字 叫perdime 大家要注意这个名字 记一下 这个在考试当中 它就叫这个名 什么叫perdime 拆旅费的补助 那这个拆旅费的补助 要注意是说什么呢 5块钱 那因为它公司 要给你报销拆旅费 然后它可能 拆旅费给你补助 在UK国内 每晚上不超过5块钱的话 就免了 在海外的话 每晚上不超过10块钱的话 我们也就免了 一个这样子 这个曾经考过 但是如果超了的话 那就全额要不要申税 If the limit is exceeded 那么 All of the expenses are taxable Not just success 不是只是超出的部分 全额 这是对于perdime的要求 就是我们的 拆旅费的一些小补助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Expenses related to Living Accommodation 那这个我们刚才也讲了 是吧 就是给你房子 那么还会里面的一些费用 它可能也会承担 比如说水电费 就是我们的一般的那个bill 那可能还会有一些heating 就是这个暖气的一些费用 那它可能都会帮你交 那么当然跟住 既然房子给你住 都是要交税的 那这些expenses 既然是公司提供的 也是需要来交税 也是taxable Employee are taxed unrelated expenses paid by the employee 这是指的费用 一定记住 这是指的费用 我们说公司可能还会给你提供家具 那家具实物是另外一件事 现在给的就是公司帮你还支付了费用 什么heating啊 lighting啊 cleaning啊 什么repairing啊 maintenance啊 什么这些 decorating啊 就是又刷又什么的 那我们说这个当然是作为taxable benefit 要征 所以这是tax 那么再有呢 就是提供家具 提供家具怎么征 是annual value 20%的这个家具的成本 一年每一年按成本的20%算 我们还会后面讲到provide assets 就是公司给你提供车 提供房子 除了之外 还提供其他的资产 这个的处理就跟给你提供其他资产是一样的 成本的20% 是一年的 大家先把这个记住 我们到学provide assets的时候 还会再讲这个annual 这个annual也是指4月6号到4月5号的 所以在我们的学benefit的时候 大家先把时间轴化好 在这段收到的才算 不属于这段的就别算 这是在benefit里面考试最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 特别容易出现错误 因为这些金额都是annual 告诉你的这些都是annual 你需要有一个十二分之n的问题 n有可能是等于12 但是也有可能是小于12的 如果accommodation is job related 这块要注意一下 房子当然是免税的 但是这些币有单什么的 给你 里头还给你支付了水电费什么的 那么它是10%的employees的net earnings 就是这个员工的net earnings的 净所得的10%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曾经在只考过一次 我们这么多考试里面 确实出现过这个考点 我们说过benefit的这一块 其实我们告诉你说 一定会考的都是常规的考点 有的时候真的会碰到一些 没有见过的 像这个就是 很多我们都觉得 它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它就是出现过 所以你也不能说它不考 好 我们刚才说了 提供了房子 现在提供车 房子和车一定要单 都要单独来看 不能混在一起 就是提供啥就是啥 但是除了提供房子 提供车 其他的资产 那是另外的一个算法 再来看车 公司给你提供房子 现在提供车 fast forward的车 我们怎么看 我们曾经在第一章当中说 就跟大家讲过说 税法对于一些事情 它是鼓励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环保的事情 是鼓励的 那么当我们在学习到 所有的car的时候 这个车当然是轿车 不是什么摩托车 不是什么大巴车 不是是轿车 小轿车 当我们所有学到 小轿车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看到car的时候 你就要非常sensitive 非常的敏感 是什么呢 一定会有特殊的policy 关于车 我们现在 这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车 我们在后面 还会碰到很多很多 关于car的问题 都是特殊的 不会有说跟别的东西是一样的 不一样 一定有特殊的policy 所以我们看 当公司给你提供车的时候 Who have a company car 现在你要知道的是什么 不是开你自己的车 给公司干活 是公司给你开 给你一台车 让你自己愿意干什么 就干什么 所以company car text on 百分比 是按照一个百分比 谁的百分之比呢 是car的price list price的百分比 一定要把这个list 划出来 它很重要 标签上的那个价格的 一个百分比去争 这个 作为textible benefits 那么标签的价格 我们都可以理解 那个百分比怎么找 看 百分比是按照 二氧化碳emissions 排放量来找 当然你就可以想象 越排量越大 那我们的百分比应该就越高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 SIM百分比 乘上多少 24100 这个记住就行 不需要背 我们告诉大家记得 你就记 告诉大家不需要记得 你就 视力表一定会给你 那么是fuel 两部分 其实车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用车 一部分公司还给你提供油 那么对于车 是list price 找成百分比 对于用油 我不管公司花了多少钱 我也不管什么 这个 你花了多少钱 就是24100块钱 乘上一个跟那个车 一样的百分比 用这个犯法算出来 所以油是算出来的 跟公司支付了多少 没有关系 车当然也是算出来的 那我们看 car provided for private use 一定记住 不是你开车给公司用 你开车给公司用 那是employment income mal age allowance 现在是公司给你了一台车 让你自己随便用 private use 那我们说car provided by reasons of employment 因为你是一个员工 给你的一项福利 就是它 那我们说 或者是给你家人的 那么这就叫 形成了一个taxable benefit 要征税 那么这个percentage是多少呢 要跟二氧化碳的排量 去找这个percentage 当然考试的时候 自然你就会找 那么再乘上list price 当然你也需要把它找出来 所以找到这个1 再找到这个2 自然一乘就得到了taxable benefit 这个关于car 那我们看taxable benefit 到底怎么去找 for cars 二氧化碳排量是95克 不用背 税率表一定会给你 95克以下的是 23%这个数会给你 然后我们看 每升高5克的话 那就是排放量 每升高 每多出来5克 加一个百分比 加1% 多出来 那变成10克就是什么 2% 15克3% 所以要用你那个车的排量 除5 就行了 那不就是多出来了多少 23的基础上加它 一个百分比一个原本比往下加 但是我们看 最多加到多少 加到37就结束了 别再往上加了 你就说 最大是37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税率表一定都会给你 所以你也不需要背 那么看 那么看就会有一些低排量的 低排量的也不需要背 税率表会给你 如果是76到94克排量的 是22% 固定数 也不需要说什么 找百分比加多少 不用了 就是这个排量的 就是直接list price 从22% 那么51克到75克的是19 你看越来越低 你的排量越来越小 这个百分比就越来越小 当然你的排量越高的话 不就是那个23% 在越来往上涨涨涨 最后涨到37 是标价的37% 这个benefit是annual 每一年的 我们说如果你那个大排量的车 你看看 一年就差着成本的37% 就要去征税了 每一年差着37 每一年差着37 用两年 你就相当于买台车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要非常注意一下 这二氧化碳排量 那么看 越排小的看 它只有16% 排量越小的话 它就越低 就是这样 那我们看 对于另外一类车 刚才说的车 它的燃 它的那个 那个动力是什么呀 是汽油 那么对于柴油 低搜车 要再加个4%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污染更强 或者是对于那些 不满足什么RDEI标准的 那么我们也要加一个4% 它是汽油车 就是这一类车是汽油车 但是那个汽油 不满足这个条件 你也别管是什么 你就说碰到这个车 你就往上加4%就行 但是最多也是加到37 一定记住 都是最多加到37 那么这个地方 关于这个RDEI 是今年可是新增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说它不容易烤 其实你说它也没有什么 它就说对于一种汽油车 这种汽油车 它比较特殊 就是这样 所以它需要加 所以今年我们觉得 基本上都是 每次新增的部分 它都会烤 所以我们今年觉得 车烤的可能性 在这因为它变化了 就烤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另外一个 今年的那个百分比也变了 刚才看到的那个百分比也变了 所以车会烤到的几率 要比房子可能要大一些 Percentage 我们看一下 including lower rates of 16% 19% 22%的话都是加4% 对吧 但是最高也是别超过37 也就是说不管是汽油车 柴油车 还是质量不好的汽油车 那么都是最高是37 就结束了 这是annual的 我们再强调 annual的这个annual 指的是谁 tax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list price 就是标价 就是市场上的标价 the price of cars is the sum of the falling items 是下面的这些内容叫标价 那么list price 还包括什么呀 我们说这个车 我们里头又加了个什么音响 比如说我们又加了一个什么消音器 我们又加了这个 加了改造 当你第一次提供给你的时候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都得把它加上 decoration的这些也都得加上 这是list price 再有一个optional的一个accessories 就像我们说 可选的就是因为买车的时候会有什么 有标配 还会有你additional要加的 不管怎么样 就是标配再加上additional的这些 配上去的这些东西 都是要来放到total list price里面 那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这个考试的时候也非常的常见 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在我们给公司支付钱的时候 那么我们提到了说 我们去开始 我们跟公司两个人 两个 我们说公司说给你提供一台车 然后你可以自由去开 然后你要征税 对吧 但是我们说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呢 我跟公司去一起去的这个去买的 但是公司说 哎呀公司标准的可能只是能买七万块钱的车 你说哎呀我真的我就看好那个八万块钱的车了 那怎么办 你跟公司商量说 哎这样吧 公司你拿七万 那一万块钱我拿行不行 行 那么list price怎么算 就是在这儿 是按七万 是按八万 还是怎么算 记住 contribution在capital contribution 就是买车的时候你做的 你补交的那个钱 最大 我们从税法 你愿意交多少交多少 你是愿意交一万两万三万还是多少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从list price当中给你减掉的 只有五千 试法上认定的只有五千 所以这个曾经考过 就像我们刚才说 那个车的标价是八万 公司只提供 只说我就是拿七万块钱 不要用七万乘百分比 要用八万减去五千 虽然你做了一万块钱的controller就是 也只能减五千 然后去算list price 很重要啊 这个在考试当中出现过 看一个例题 N 是公司给他提供了 先要一定要看是什么车 是汽油车 还是柴油车 Diesel车 那我们都知道要加一个4% list price直接就告诉你了 你也不用看 两万二 然后第一次 就是买的时候呢 这个卡的二氧化碳排放是118 这就出了一个问题 说我们118除以那5% 是怎么除 所以我们对于排量的这个排量呢 都是多往下看 都是往下看 118折算成115 那么如果112呢 我们要折110 就是这样 就是都往下看 找离他最近的那个5或者是10 往下找 那么计算一下 Nail的卡 Benefits 2019 2020是多少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先找什么 百分比 所以我们看118 我们要Round 的到哪 115 不要往上Round 就是我们说4折 但是5是不入的 不往上折 5也是往下折的 所以我们看 除以5 那么 115减去95克 不是每超过5克 一个百分点吗 对吧 所以除上5 找到这个百分比 23是75的时候是23 23加上这个 每多出来5克的一个百分比 然后再加上一个 因为你是Diesel Car 所以再加了4% Total 31 如果到37以上了 我们也到37就行了 别太多了 一年作为Car Benefit 要交税的金额 是6820块钱 三年其实 这车基本上 就一直就跟你买台车 差不多了 那我们看 Reduction in the Benefit 也就是说 从Benefit能够减掉 第一个 这个Benefit 会降低的情况 就是Time Basit 我们说这个车 不是4月6号的时候 就给你了 是在中间的时候 给你的 所以Tax Year 一定一定要找 我们强调过很多遍 对于学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这个Tax Year 那么一定要去找 那么相当于属于Tax Year的话 只有 因为你只用了这一段时间 所以一定要去找Time Basit 又有一个 Benefit算完了之后 12分之N的问题 N有可能小于等于12 一定要注意 这是在学Benefit 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 Where a car is the first made available 或者C6 to be made available 那么 In the Tattooing the Tax Year 那你要找到的就是 属于你用的这段时间 不满30天的话 我们是按照 一个月来算 但是我考试的时候 一定都是整数 不会考你多少条天 第二个情况就是 当我们的员工 自己支付钱了 不是给买车支付的 是为了使用这个Car 所支付的钱 当然可以从Benefit 当中减掉 所以Benefit 我们前面算出来的 就是Annual的 当然也可以减掉 你自己为使用车 做的Contribution 给Capital的Contribution 最多只能减5000 一定要记住 Contribute的地方不一样 是买车的成本 还是使用车的Benefit 看一个例题 那么这道例题 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Wiki呢 它是开始了 它的Employment 2020年的 这个就出现了一个 我们的Tax Year 是从19年的4月6号 到2020年的4月5号 所以你看 属于这段的 只有多少 三个月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算出来的Benefit 就要12分之3 然后我们看 Immediate就提供给它了 一台新的Petro汽油车 这又找到了一个点 不需要加4%了 List price告诉你了 是2万 这个车呢 More expensive than her employer would have provided 就是这车太贵了 原来人家公司 没打算提供 这么贵的车 所以我们看 他自己做了 Capital Contribution 6200 我们只能扣掉5000 你想扣6200 不行 税法上 让扣的 只有5000的这个数 那么再来看 Employer was able to buy the car at a discount 那么市场的标价是25000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 好像可能是很有 很strong 买了车很多的车 所以人家给公司打了折 不用管 我们找的就是市场的标价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List很重要 就要看标价 我不管你公司买了光 你公司打发一分钱也没买 但是我们也要找市场的标价 这个数没有用 公司打不打折 没有用 我们看Wiki Contribute了100块钱每个月 所以是三个月 都做了100块钱的Contribution Use the car 二氧化碳192 我们取的是190 现在问你1920Tax Year的 Benefit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Least price 能减掉最大的 Capital Contribution 只有5000 想减都不行 那我们看也是 找这个percentage 23是起点 190减去95 除以5对吧 这是每一个百分比 然后42 太高了 我们只能取37 所以我们看 那么2万 乘上37% 不要忘了 我们只用了三个月 所以只有1850 减去每个月的100块钱的 用这个车的Contribution 所以Car Benefit 1550块钱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道题很有代表性 有可能在一个选择题 这就是一个二分 就是这个 算出来 1550块钱 或者是在大题里面 所有的信息都会告诉你 Car Benefit就是这个数 1550 所以对于Betfit 我们说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多做一些题目 不会错 UK的说法好就好在这儿 就是它 你要是认认真真的去刷题 很少有不过的 真的是不太可能 我们简单看一下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Pull Car Exam 什么叫Pull Car 就是大家Share的这个车 这个车你开我也开 他也开 大家都是开 就像我说分不开谁 那我们说是可以免税 然后不用争了 那么再有一个呢 我们就有一些是Ancillary Benefits 什么叫Ancillary Benefits 比如说我们这个车 还有一些维修啊 保养的这些费用 也都是公司掏的 那我们说这个车的Betfit 包含了所有的这些 那就不用额外再对这些什么 我们要去这个年减啊 什么这个交的保险 这些公司支付的这些钱 再去交Betfit就不用了 所以No Actual Taxable Benefits 这些 它就是一个提供 就是按照这个车的List Price 找百分比去算 但是有一条除外 谁如果还提供了Driver 考试出现过 就是还提供 就是给你车 还给你配司机 配司机可不行了 那就是额外的Additional Benefits了 别的东西 我们就不考虑了 这个要注意一下 出现过一次是配司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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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